一起来吃 我先自首 这件紫毛是前天买的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大概11 12月份以来 几个特别喜欢的东西 其实我本来呢 打算是爱用品这个单元 每个月出一期的 但是我录着录着就发现 我不可能说每个月都会有爱用 然后爱用这个东西 在我心中也比较省省 也不能硬凑 所以呢我们以后还是 就攒个七八上十个的样子 就来录一期 就不具硬性的规定时间 什么一个月一期 或者两个月一期了 好不 然后按我的尿性呢 也就是什么吃的用的 满起发糟的都有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吧 今天先从吃的开始讲起吧 因为我现在好想吃东西 首先是这个云腿小饼 是我之前凑单买的 这袋已经空了 要不是我想着要录视频 死活留了最后一个 你们就连样品都看不到了 我们直接吃一个 边吃边讲 它打开是这样 就小小的一个 非常适合排解 你嘴巴的那点寂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吃过云腿的月饼 云腿就是那种 咸咸甜甜的馅 特别好吃 然后里面是这样 它主要的馅料就是 火腿和白砂糖 然后它这个云腿小饼呢 跟云腿月饼的口感 基本上是一样的 外面的皮比较松 然后里面那个馅 有一点火腿的嚼劲 又有一点那种 白砂糖的颗粒感 整体的味道是 咸咸甜甜的 但是我觉得 一般的云腿月饼 它的馅都会特别多 外面的皮会比较少 所以吃起来到最后 就会有点腻 这个云腿小饼 因为它整体比较小嘛 所以它饼皮的那个比例 会稍微高一点 整体就没那么腻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像我一样 我吃了甜的就想吃咸的 吃了点咸的就想吃点甜的 所以这个就刚刚好 甜甜咸咸的 我就不用再去 就是为了它再配点什么 乱七八糟的东西 再摄取一点热量了 所以我有一点饿啊 或者说嘴巴觉得有点无聊啊 就特别想吃这个东西 如果你还没有吃过 云腿馅的东西的话 我强烈建议你去试一下 好吃 然后再告诉你们 一点云腿馅的东西 配纯牛奶 两个字 绝了 然后呢是喝的 可能不用问讲 有一部分的人 就已经猜出来了 没错 我最近就是很喜欢喝酒 为了什么呢 当然是开心呀 就前段时间不是什么 平安夜啊 上诞节啊 年底啊 拉一堆乱七八糟的节日 但是我这个人呢 也没有什么出门过节的打算 所以呢 我就一个人在家里 喝点小酒 直播跟你们聊聊天 也挺快活的 然后我最近可能喝了有 七八上十款吧 最好喝的我觉得是这两瓶 然后这两瓶都是陶乐他们家的 然后这些酒呢 其实是他们看我有 在很久之前的Vlog 没有喝过他们的酒 然后他们联系到我送我的 我也不是什么那种专门品酒的人啊 反正他们家的酒是我喝下来 觉得口感和整体的 那个舒适度是最好的 首先是这个百香果味 都就剩这么多了 我最近基本上每天晚上 或者是每次吃完饭 就会来一杯 这个的度数是五点五度 我觉得这些酒对我来说就是 你喝个半瓶都不会有什么 喝醉了那种感觉 就会有一滴这个喝了酒的感觉 让整个人就特别开心 特别快乐 你们如果看过上一个Vlog 就懂我那种状态了 然后这个百香果呢 一入口是那种很清爽 那种碳酸饮料的感觉 有点酒味 然后它的那个回味 又酸酸甜甜的 所以整体的那种体验感 特别的美妙 你们看过我之前的视频也知道 我就很喜欢那种柑橘调 或者是那种酸酸甜甜的那种东西 就那种很清新的味道和口感 都是我自己很偏好的 所以这一瓶我超级喜欢 我这边基本上吃完饭就要来一点 这喝了我们讲下一个 然后是这个小盐柚 这是我前天打开的 现在也只剩半瓶了 我都有点舍不得喝 它这个真的超级好喝 然后这个度数比刚刚那高一点是七度 这个怎么个好喝法呢 我们边喝边讲好不好 啊开心 然后它的名字呢叫小盐柚 顾名思义 它就是柚子味的 然后又有一丁点咸 为什么我甚至有点舍不得喝它呢 因为它就是我心目中 完美的柚子味的饮料的感觉 就是就它整体是比较酸的 然后有一点酒味 最最关键的是 它有一点点咸味和苦味在里面 就是特别特别柚子的感觉 就很像那种非常浓缩的蜂蜜柚子茶 然后带一点酒味的感觉 哇简直超棒 不过单喝它真的就比较浓郁 我喝了半杯之后我就想 诶这要对点雪碧会不会很棒 于是我就对了一点 然后它那个浓郁的酸 和微微咸微微苦 就会被雪碧的那种清爽中和一下 就整体非常的美妙 其实我刚刚录视频之前 也喝了一杯这个 太好喝了 而且我觉得像这种低度酒啊 就很适合女孩子们一起在家里 约个饭啊 聊聊天啊 喝点小酒啊 就特别的开心 你们知道吗 然后还有个特别好喝的 我忘了拿了 我去拿一下 是这个 这个是个桃子汁 这个不是酒 然后它就是那种超级浓郁桃 做又非常正的果汁 我自己也蛮喜欢喝的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 就特别想来一杯 如果说不敢喝酒 或者是不能喝酒的 我就可以试试这个 这个也好喝 然后我估计你们要问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我最近也特别喜欢 我不喜欢用那种 带高脚的杯子 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喝酒 就显得又有个做做 然后这个杯子呢 又有点设计感 就不像那种喝白开水的杯子 就拿它来喝酒 超级棒 然后这个杯子是这个 轻快桃红的这个套装里面的 这个就是那天我直播跟大家喝的 这个也蛮好喝的 但是这个口感上 就会稍微的单纯一些 它就是那种甜甜的 有点气的葡萄味的气泡酒 它是度数最低的只有5度 然后它这一款是个礼盒 就特别适合过年拿来送人 喝了两杯酒 我现在脸有点发热 反正呢 我又不爱出去浪 自己在家里喝点这种甜甜的酒啊 就还挺惬意的 有点什么活动 就囤几瓶在家里放着 然后有事没事喝一点 美滋滋 我刚录视频之前还嫌腮红不红 我现在喝了两杯酒 连立马就红了 这比腮红有效多了 然后我们来讲一些脸上用的东西 这个其实也是之前 我在微博上看别人推荐的 是泰国版的欧莱雅的一个防晒 然后那是别人对它的评价 就是说它的使用感很像 蓝蔻的那款防晒 然后其实蓝蔻那个防晒 我很久之前就想买了 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 那个价格确实有点贵 我哪怕我买得起那一只 但那个价钱 我觉得我有点没有办法 就是长期坚持使用 所以我就没有买 但我听说这个使用感跟那个很像 但这个只要几十块钱 正好我朋友在泰国出差 我就让他帮我带了两个 结果真的超级好用 它是这种白色乳液质地的 很好推开 非常好推开 推开了之后也很清爽 不油腻 然后防晒指数是SPF50 PA4个加 就是防晒力度也很好 像我之前有用过 伊丽丝尔和戴科 他们也都是乳液质地的 但都比这一款油腻很多 这款是真的清爽 所以这个的整体使用感 我很喜欢价格又便宜 我觉得性价比贼高 然后这个我还有个囤货 所以就在弹幕里 随便挑一个小可爱送了吧 然后小阿姨再来捞到一句 不管刮风下雨 只要你出门就要涂防晒 OK 然后是这个野丝的碎发整理器 我记得我好像有在帽子的视频里 有用过这个东西 我今天也有用 但我刚刚想就跟你们试一下 特意把它梳开了 你们看我这个地方 就有一个漩涡一样的 它那个头发呀 就总撕在这 然后它就总回不去 我刚刚用了它的 所以它今天还比较顺 它打开就是这样 好像一个睫毛膏一样 然后你这样梳 看见没 它就会很乖的过去 然后如果你要梳顶上的带毛也可以 但我觉得这个用来梳 这种带漩涡的地方 简直不能太棒了 它的原理应该就是 褶粒膏或者是褶粒水 然后装在这样的容器里 方便你用 反正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这个地方超级棒 因为我每次拍照 或者拍视频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总会 插出来一撮毛 就总觉得有什么乱入 而且它那个毛啊 还不好修 你们知道吗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还挺好用的 我觉得如果跟我一样 发际线周围 有这种毛资出来的困扰的 这个真的还挺棒的 而且它也很便宜 也是大概二三十块钱的样子 在没有它的时候 我还曾经剃过这个地方的毛 就大家都在苦恼 发际线高 我在苦恼 发际线为什么这么低 其实我本身头发真的不多 就真的只有一点点 我真的只是发际线 就是比较低 所以让大家看起来 我的头发不舍 其实你们看来真的超级少 再然后呢 是黑档的这个修容盘 这个是我大概12月初收到的 收到之后 我就开始疯狂 跟周边的难力 我刷伤之前好像也有发一个微博 跟你们说这个真的值得买 首先它里面是这样的三块 一块是膏状的修容 用来修脸侧的 一块是粉状的修容 用来修鼻影的 还有一块是粉状的高光 然后还附赠一把这样的 双头的羊毛的刷子 这我已经用增了没有洗 我一般是拿短的这一头 刷这个修容膏 然后长的这一头 刷这个高光 我今天脸上也是用的这块修容 但我现在脸红了 可能有点看不出来 首先是用短头这个刷子 修脸上的部分 然后我会找一个小刷子 刷鼻影 最后是用长毛的这一面 刷下高光 然后你们看看全脸的效果 说瘦10斤可能还稍微有点夸张 但3 5斤肯定是有的 像这种彩妆类的东西 我收到的第一反应 一般都是在手上试一试颜色嘛 我摸到这块高光 我就惊了你们知道吗 你们能看到吗 就这两个 仔细看 我不说你们能看得出来 这边是WT905 这边是黑灯嘛 它们两个上脸的妆效 真的巨像无比 905这个老网红 我就不废话了 就鼻梁神器 我的挚爱 前段时间听说它要停产了 我都有一点想囤一块冲动 但是收到这个之后 还囤什么905啊 根本就不需要囤了 而且905200块 这个修容盘整个才100多 我的天啊 光这个高光我就觉得完全值回票价 然后我们来说这两个修容 这个鼻影的会稍微灰一点 这个修脸侧的会稍微黄一点 都是那种超级自然 不会中手的颜色 我不是收到就推荐给我朋友吗 然后他们就双12的时候买了 他们就是那种平时化妆化的不多 然后也没有正正经经买什么修容 高光的那种 我就跟他们说 就买这样一盘就很好用了 然后他们都跟我反馈说 这个就真挺好用的 又不会中手 效果又很自然 你们有看我上一个化妆视频的 应该都知道我有多在乎修容这件事情 修容这个东西 真的是让我从110斤 看起来像100斤左右的一个秘籍 而且我如果要出门的话 我肯定也首选带这个 首先是它又有高光 又有修容功效比较齐全 再有就是它这有一个大镜子 我觉得很方便 刚才不是有跟你们讲桃子为了果汁吗 再给你们分享一个这个 水蜜桃味的喷雾 这个也是我之前看网上人家推荐买的 像我们这种小女孩嘛 就很喜欢有香味的东西啊 然后如果房间香香的就很开心 然后我今年呢 真的又比较喜欢吃桃子 就尤其喜欢一些水蜜桃味的东西 水蜜桃给我的整体的感觉 就那种俏皮中有点羞涩 然后又有点小性感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我一般就是拿来喷房间 或者是喷衣柜 反正就是我希望它有这个水蜜桃味 我就会喷 我之前吃完火锅不就是拿这个喷了房间的吗 然后它这个的水蜜桃味 是我闻过最真实的水蜜桃味了 但它还是不是说完完全全能还原 但真的已经非常真实了 就是那种甜甜的 然后有点粉扑扑的感觉 超级舒服 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水蜜桃味的东西的 这个东西不能错过 真的 而且我印象里它特别便宜 好像二三十块钱的样子吧 然后这个呢 是我最近几个月的救命神器 是这个日本的白兔脂痛药 我就是那种 就是出去吹点风回来 立马就容易头疼 然后在家里可能不注意 立马就容易头疼 再就是来姨妈的时候 肚子就痛得打滚的那种 我也因为痛经这个问题 去医院检查过 就也查不出来个什么 然后吃医生给开那些药 也没什么太大的用 说实话 然后每次姨妈痛的时候呢 忍一忍就过去了 而且疼起来了 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出门买药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吃过止痛药 这个呢是有一次机缘巧合 正好我在办公室 就疼得我感觉真的要昏了 然后同事跟我说 哎我有止痛药 你们要吃一个 我说行啊 然后就吃了 吃了之后大概半个小时之内 立马就不痛了 我当时宛若心生 你们知道吗 你们就是没有疼过的人 没有办法理解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头痛的时候 吃它也很有效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救了我最近的命 不过我觉得这个 还是略微有一点的副作用的 因为我吃了这个之后 会明显的感觉 容易打嗝 就是呜呜呜呜的冒气 所以这个东西 就看你们的需求来 而且这个好像不是特别好买 我这个是让朋友 在日本跟我带回来的 然后我有查过 好像只痛药的这些 就是原理都差不多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购 然后我要说的一点是 如果你也在经受这种 头痛或者生理痛的痛苦 我建议你先去医院检查一下 首先你要确认 你的痛筋是原发性的 也说白了也就是天生的 你才能够吃止痛药 如果你的痛筋是病理性的 也就是因为你的身体 出现了某些问题才痛的话 千万不要乱吃药 还是赶紧去看医生 我是看好次医生了 百分之百确定 自己就是天生肚疼 所以才敢吃这些药 反正如果你天生的难受的话 这个痛苦真的没有必要硬扛 而且像药物这种东西 效果都是应而易的 我看网上有人说有效果 有人说没效果 所以我的这个经验 也仅供大家参考 反正我是觉得 它最近真的是 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 再然后呢 是我现在背后 靠着的这个东西 这个名创优品的娃娃 这个是我那天 就在床上发呆嘛 我就想着 哎呀好像得拍案用品了吧 好久没拍案用品了 我最近案用什么呢 我就在那回忆嘛 然后我就抱着它 我就捏它 然后想 我是不是从来没有 跟你们分享过这个娃娃 但是这个娃娃是真的 大概是除了手机以外 每天跟我相处最久的东西 我没事的时候 我就喜欢抱着 然后我如果靠在床上 我就把它钉在腰后面靠着 然后我睡觉的时候 我也要抱着 我这么离不开的东西 我居然从来没有跟你们讲过 然后这个娃娃呢 是名创优品的 是我从我的朋友那儿啃过来的 手感非常的好 就很软 然后它外面这个面料 也是融融的 就超舒服 然后我最最喜欢它的呢 还是我睡觉的时候 因为我喜欢侧着睡嘛 它这个长度就刚刚好 我正好这样一抱 然后腿侧过来 就它在我的下巴和我的腿之间 然后又不会太长 又不会觉得太短 然后你看它就这样 抱起来刚刚好 又不会太大 又不会太小 然后它这种长条 这样的你平时垫一下腰啊 什么的也超级方便 而且它应该在我的视频里 也漏过不少词面了 我居然从来没有跟你们分享过 我有多喜欢它 我觉得我欠它一个爱用 我觉得如果你也是 一个人睡觉的话 又喜欢抱点什么 觉得真的很合适 再然后呢 是两个虚拟类的产品 一个是我前段时间的 快乐大喷泉 兴气游记 我也是之前无聊的时候 看大家案例的 起初我都从第一季开始看的 然后就有点没看懂 我就觉得干嘛 有几个大男人有什么意思啊 然后就没看下去 你们知道吗 然后后来 前段时间没什么事干嘛 我就听了我闺蜜的劝 从第三季开始看的 然后看着看着就觉得 哎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看久了之后 你就懂他们之间的那个感情 和懂他们之间的那些梗了 然后就开始收获快乐 你们知道吗 我自己看的顺序是第三季 江石糖 第四季第五季 第六季 第二季第一季这样 我还是觉得越靠后越好笑 你们应该看过我vlog的 也知道都笑成神经病了 就如果你无聊的话 就可以看一看 但是我告诉你们 你一旦看完 就开始陷入空虚 我已经把所有的番外啊 cut啊这些乱七八糟的周边 都已经看了一遍了 等更新 反正我就是一个比较肤浅 然后就比较喜欢看综艺的人 因为我看这些东西 也就纯土一个乐呵乐呵 我就追电视剧啊 干嘛什么 真的啊 好心好神好力 像最近那个知否 根本那个漫雅 看得我急死了 就不能就轻松点 愉快一点 或者是一下一大堆嘛 就追剧太累了 再接下来呢 是推荐大家一个学习方式 也算不上学习吧 只是说就是一个额外的补充 我觉得像我这种 不爱学习的普通人 就很容易把碎片化 或者是整片的时间 全部浪费在什么 微博微信 哔哩哔哩这种平台上 每天就看一些段子啊 刷一些视频啊 然后时间就白费了 然后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 你还会陷入一些 就是莫名其妙的恐慌之中 就觉得啊 自己在浪费时间 但是啊 手机真的好好玩啊 但是呢 现在几点了 啊微博又有个新消息 啊微信又有个新消息 你们知道吗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看书 我真的不爱看书 所以呢 我最近就要用喜马拉雅听书 比如拿快递的路上啊 或者是去超市的路上啊 或者是等车的时候啊 反正就这种最偏话的时间 我原来会比较倾向于听歌 现在都会听书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 对我今后的人生 更有帮助一点 不要每天就哈哈哈哈哈哈的过去了 然后我最近在听的是一本 就是经济学 非常非常入门的书 叫穷爸爸富爸爸 然后我觉得里面的某些观点 让我自己还挺有感触的 但是我也说不出来什么心得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听一听 然后我也非常推荐 就是听书的这种方式 就是好歹脑子里能接受一点 非泛娱乐的知识 而不是一些 就是每天都是哈哈哈哈 这样的 知道吧 每天就是哈哈 其实也挺开心的 但就是会让你在某一个 就是思考人生的 睡不着的半夜 觉得嗯 好像每天这样傻乐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觉得还是趁年轻 多吸收一些知识比较好 多读书 多看吧 少吃零食 少睡懒觉 然后以上就是本人 最近几个月的一些 乱七八糟的爱用品 希望你看得开心 希望你有种到草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希望你给我一个素质三连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为什么腮红刷 多少都看不出来呀 为什么要边吃边讲呢 边吃东西根本就没有办法边讲话嘛 我腿一点当年后 脚尾要腿一点 要不过年都无聊